为了生一个漂亮的孩子 她瞒着丈夫向网友戒种 就立刻去医院检查 果然怀孕了 生下孩子后 可男网友却找上门来要孩子 她和对方是网上认识的 怎么可能知道她怀孕了呢 经过调查 这位网友竟是女同学的堂弟 而闺蜜正是出谋划策的人 闺蜜为何故意整她 戒种生子 入圈套即将播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法力讲堂 2013年6月的一个正午时分 南方一个小城市的大酒楼里 那是欢声笑语热闹非凡 中年得子的李金财 更是眉飞色舞 喜气洋洋 原来呢 她为了庆祝宝贝儿子满周岁 邀请了亲朋好友 给儿子大摆周岁宴 然而 就在生日宴即将开始的时候 一个陌生的男人 一个陌生的男人突然闯进了宴席 只见他直奔李金财和他的老婆陈丹面前 劈头就说 这个孩子是我的 我才是孩子的亲爹 顿时 参加宴会的亲戚朋友 全都木登口呆 雅雀无声 这个自称是孩子亲爹的陌生男子 就是一耳光 可没想到 对方也不示弱 当即还手 大家这才反应过来 赶紧把他们两人拉扯开来 没想到 对方呢 并不肯罢休 他指着脸色苍白的陈丹说 我没胡说 不信 问问你老婆 我今天特意来 就是为了要回我的儿子 众人啊 这才把目光投向孩子的母亲陈丹 陈丹呢 看到眼前这名年轻男子 他的脸上是红一阵 白一阵 表情极其复杂 但却极力否认 说我根本就不认识他 原本欢声笑语的宴会 竟然出了这样的事 李金才叫朋友赶紧拨打 110报警 很快民警赶到现场 把双方带回官局进行调节 民警对双方进行一番批评教育之后 就让大家相继地离开了 心怀疑惑的李金才 决定要将这件事搞清楚 果断带着孩子去抽血化验 那结果会是怎样呢 鉴定结果终于出来了 这儿子与李金才之间 有血缘关系的概率 几乎为零 也就是说 儿子根本就不是李金才的 面对这样的鉴定结果 李金才顿时傻眼了 他摊坐在沙发上 呆若木鸡 而就在这个时候 陈丹突然在一旁 失声痛哭起来 他一边呢垂胸懊恼 一边啊向丈夫哭诉 李金才这才缓过神来 一把抓住陈丹 怒气冲天 你说你倒是说呀 你这么做到底是为了什么 原来呢也就是两年前 陈丹呢嫁给了拥有千万家产的李金才 两人呀还在当地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婚礼 可看似喜悦的陈丹 内心却始终有一丝牵巧 丈夫的容貌实在是太丑了 他之所以选择她 内心多少有一丝无奈 上大学的时候呢 他也有过一个男朋友 长相英俊 家境殷实 大学毕业前 他曾上门拜见男友的父母 可是没想到 男友的父母竟认为 他的家庭负担太重 反对两人交往 深受打击的陈丹 留校独言 他内心呢暗暗发誓 将来啊 一定要找一个经济条件更好的男人结婚 后来呢 在舅妈的介绍下 陈丹认识了做生意的李金才 38岁的李金才 做工程起家 有投资办厂 挣下了丰厚的家产 初见李金才啊 陈丹很失望 无短身材 塌鼻子 眼睛呢 还有点斜 可爱于舅妈的面子 陈丹呀 没有当面拒绝 而李金才 对陈丹却很满意 初次见面 就表明心意 还说呀 将来要让陈丹帮忙打理公司 两个人呢 一个主内 一个主外 他便没有后顾之忧了 与李金才见面后 舅妈也看出了陈丹的心思 便一再地劝他 如今社会很现实的 他李金才除了长得不好 其他呢 哪都不错 帅气呀 但一事无成的男人 以后日子紧巴巴的 贫贱夫妻百事哀呀 不如就找他李金才 又有钱 又放心 爸妈呢 也帮忙劝说陈丹 谁都想找 财貌双全的男人 可人家呀 还想找 年轻貌美的女人呢 你呀 可都三十岁了 听了父母的这番话 陈丹的内心 开始波动起来 虽然他对 李金才的长相不满意 但他觉得 家人的话 确实有道理 考虑到自己的年龄越大 嫁人越困难 陈丹决定接受李金才的求婚 并迅速和李金才结婚了 两人呢 闪电举行了一场婚礼 在婚礼上 陈丹多次听到主持人讲 漂亮的新娘 帅气的新郎 陈丹觉得 仿佛在抽自己的耳光 婚后 陈丹便辞去了工作 去帮丈夫打理公司 原本以为啊 结婚以后 他不会太在意 丈夫的容貌 可陈丹做不到啊 每次与丈夫外出 回头率实在是太高 路人异样的眼光 让他察觉到 别人的诧异 甚至取笑的意味 更让陈丹感到担心的是 万一将来生出来的孩子 长得像丈夫 那可怎么办啊 于是陈丹便瞒着丈夫 偷偷避孕 不敢要孩子 可随着丈夫年龄增大 丈夫开始天天催着她生孩子 心怀愧疚又惶恐不安的陈丹 只好向几位老同学 倾诉起自己的苦恼 不料其中一位 名叫叶小梅的女同学 给她出了个馊主意 要不要找个人帮忙生个孩子 然后她一脸神秘的盯住陈丹 陈丹啊 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这种事情怎么能找人帮忙呢 原来啊 老同学的意思是 让她找一个长相英俊 智商又高的男人 借种 陈丹的第一反应便是 这种事情太冒险了 而老同学却认为 孩子呢 多多少少的 长得会像母亲 只要借种的男方 不在陈丹的生活里出现 谁啊 也不会往这方面想 但是 她提醒陈丹 一定不能让借种的男方 知道你的真实情况 最好啊 是找个外地的 一旦借种成功 就彻底断绝往来 对方呢 不可能知道孩子的事 只有天之地之了 回家后 陈丹一直回味着 有关借种的话题 心中啊 有些波澜起伏了 当天晚上呢 她就上网 又和老同学 在网上聊起了 这中午的话题 这个时候呢 一个网名 落花与流水的陌生网友 申请加她为好友 这要是放在从前啊 陈丹是很少 加陌生男网友的 而这一次 由于心怀目的 陈丹下意识地点开了 对方的QQ空间 打开相册一看 对方是一个英俊帅气 三十岁上下的年轻男子 陈丹感觉眼前一亮 这不是送上门的菜吗 陈丹便一门心思 与这名陌生网友聊了起来 通过闲聊 陈丹了解到 对方名叫林凡 十年啊 二十八岁 半年前 刚刚从日本留学回国 这得知对方还是一名海归 陈丹呢 又接受了与对方视频聊天 通过视频 他确认 对方就是相册里的帅气男士 这下子呀 陈丹顿时来了兴趣 刚刚冒出的借种念头 现在呢 更加强烈起来了 就这样 三个月过去了 对方呢 多次表达了 想要见面的意思 陈丹啊 也觉得时机差不多成熟了 便答应了与对方见面 当天晚上 两个人呢 就很自然的有了肌肤之情 完成任务以后 陈丹啊 担心是夜长梦多 第二天一早 他便谎称有事 赶紧离开了 担心这一次啊 受孕不成功 陈丹在确定自己怀孕以前 还一直与网友林凡 保持联系 到了月中 早已过了自己的生理期 陈丹发现 该来的没来 一经测试 两条红线 这第二天 陈丹就立刻去医院检查 果然怀孕了 紧接着陈丹便对网友林凡 谎称啊 他自己要移民国外 还把对方拉进了黑名单 就这样 彻底与网友林凡 断绝了一切关系 生了个漂亮的孩子 却丢了美满的家庭 照妇李金才 得知事情的真相后 那是恼羞成怒 当即向陈丹提出离婚 离婚后 他感觉借主事件有蹊跷 调查结果令他大吃以惊 律师通过调查 叶伟的真实情况得知 叶伟竟然是叶小梅的堂弟 老同学叶小梅 为何要设计陷害自己 借种生子入圈套 正在播出 隔年啊 陈丹就顺利生下了一个大胖小子 孩子出生以后 陈丹的心里也有点紧张 总担心有人会看出端倪 可随着孩子满月 大家都说 这个小孩长得俊俏 五官呢 也像极了妈妈 每当这个时候 陈丹就看到 丈夫李金才 在一旁是笑得合不拢嘴 把孩子当作宝贝一样 又宝又亲 根本没有怀疑什么 陈丹的心也就渐渐地放松了下来 然而就在儿子一周岁的庆生宴上 却发生了令陈丹怎么也想不通的一幕 网友林凡竟然来抢孩子了 当他看到林凡突然出现在宴会上的那一刻 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啊 而网友林凡竟然知道 他就是孩子的亲生父亲 还硬要把孩子抱走 陈丹意识到 这下啊是彻底瞒不住了 他只好向丈夫坦白了这一切 而丈夫李金才得知事情的真相后 那是恼羞成怒 当即向陈丹提出离婚 事情啊闹到这步田地 陈丹也觉得无话可说了 无奈之下 他只好答应了丈夫的离婚请求 李金才将两人居住的一套房产 留给了陈丹 另外给了他一百万 两人协议离婚 儿子呢由陈丹抚养 陈丹独自带着孩子离开了原来的家 静下心来 陈丹越想越不对劲 他和对方是网上认识的 自己又处处小心 不曾留下任何有关自己的真实信息 况且两个人仅仅就见过一面 两年前就断了联系 对方怎么可能知道他怀孕了 又怎么会找到他呢 面对一系列的疑问 陈丹决定找唯一知道真相的叶小梅 问个明白 陈丹找到老同学叶小梅家 要与他当面对质 没想到叶小梅却极力否认 说根本就不认识林凡 他还指责陈丹 明明是你自己打定了主意 要跟别的男人一夜情 怎么现在还怪罪到别人头上来了呢 陈丹气得是更不打一处来 直接拿出律师的取证资料 给叶小梅看 叶小梅见状 冷笑着说 你陈丹若想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啊 现在在找上门来撒欢 为时已晚了 陈丹气得是火冒三丈 他觉得叶小梅实在是无耻 可是陈丹在气愤之余 仍然百思不得其解 这老同学叶小梅 为何要如此的处心积虑 算计自己呢 正当陈丹百思不得其解之时 他突然收到了法院的传票 原来网友林凡起诉他 要讨回孩子的抚养权 此时的陈丹更想不明白了 自己刚离婚 网友林凡就来讨要孩子的抚养权 这几件事情为什么如此巧合 他决定先查清楚这个林凡的真面目 此时啊 陈丹才知道 当初借种的男人根本不叫林凡 真实姓名叫叶伟 更让陈丹感到吃惊的是 律师通过调查叶伟的真实情况得知 叶伟竟然是叶小梅的堂弟 这下啊 陈丹意识到事情一定没这么简单了 叶伟能够第一时间得知他怀孕了 又能及时的找到他 他断定一定是老同学叶小梅 出门两个月后法庭开庭审理了本案 叶伟以妻子无法生育为由 要求将他与陈丹所生的孩子 判归自己抚养 而陈丹呢 坚决否认孩子是他跟叶伟所生 并且啊 他说他根本就不认识叶伟 而叶伟呢 便提出要跟陈丹的孩子做亲子鉴定 陈丹呢 以孩子与叶伟没有关系为由 拒绝叶伟的亲子鉴定请求 就在这个时候 老同学叶小梅竟然出现了 他竟然作为叶伟的证人 出庭为他作证 叶小梅证明啊 陈丹曾经与他商量过借种的事情 还说叶伟与陈丹曾经在网络上交友 还是他提供的对方的QQ号码给叶伟 此时啊 陈丹终于恍然大悟 原来当初老同学提出借种生子的主意 就是专门给他设下的圈套啊 陈丹一再否认孩子是网友叶伟的 而叶小梅却出庭作证 陈丹的孩子就是陈丹向叶伟借种所生 面对这份有利的证据 法院是否会判定 陈丹的孩子就是叶伟的亲生子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法律点 亲子鉴定 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 其中关于亲子鉴定有如下规定 当事人一方起诉请求确认亲子关系 并提供必要的证据予证明 另一方没有相反证据 有拒绝做亲子鉴定的 人民法院可以推定 请求确认亲子关系一方的主张成立 结合本案也就是说 当叶伟请求确认 他与陈丹之子存在亲子关系的时候 他必须要提供必要的证据 证明他与陈丹之子可能存在亲子关系 而与此同时呢 如果陈丹不能够提出相反的证据 又坚决拒绝做亲子鉴定的话 人民法院可以推定陈丹之子与业伟有亲子关系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来了 业伟呢 必须要提供必要的证据来证明 他和陈丹的孩子存在亲子关系 那么业伟要提供的证据具体包括哪些呢 比如业伟与陈丹同居时的照片书信 左邻右舍的证人证言 或者孩子在医院出生时留下的父亲身份信息等等 可是呢 在本案中业伟只能够提供证据表明 他和陈丹曾经在网络上聊天交友 而陈丹呢 却能提供相反的证据 证明啊 在他受孕期间 他一直是和他的丈夫李金才在一起的事实 因此啊 法庭经审理认为 业伟呢 没有证据证明 陈丹的孩子与他有亲子关系 不支持他提出的亲子鉴定请求 然而啊 赢了官司的陈丹 却对老同学叶小梅如此的算计伤害自己 心怀怨恨 每每想到正是因为叶小梅的圈套 才导致他如今成了弃腹 家庭破裂不说 还要背上个坏女人的骂名 于是他产生了报复叶小梅的念头 陈丹会如何报复他的老同学 陈丹从包中掏出硫酸 就往叶小梅的脸上破去 造成了他的右脸等部位的大面积烧伤 故意伤害叶小梅后 陈丹又会有怎样的结局 法院最终以故意伤害罪 判处陈丹有期徒刑15年 剥夺政治权利5年 原本是大学同窗好友 叶小梅为何要故意设计圈套 陈丹造成如此悲剧呢 借众生子入圈套法律讲堂 正在播出 这天拿到法院判决书以后 陈丹准备了一小瓶硫酸 开车直奔叶小梅家 一进门两人立即发生争吵 气氛之下陈丹从包中掏出硫酸 就往叶小梅的脸上泼去 叶小梅呢下意识地闪躲 但为时已晚 硫酸泼到了她的右脸 造成了她的右脸等部位的大面积烧伤 作案后陈丹并未逃离现场 她自知闯下了大祸 便将叶小梅送往医院抢救 同时她又拨打了110报警 投案自首 很快公安机关依法对陈丹实施了逮捕 让人费解的是 陈丹与叶小梅原本是大学同窗 可叶小梅为何要设计圈套 陷害陈丹呢 原来啊上大学的时候 叶小梅就不喜欢陈丹的强势 而且呢陈丹的前男友 起初啊就是与叶小梅交往密切 只是两个人还没有明确恋爱关系而已 叶小梅认为正是陈丹的主动介入 夺走了她的心上人 事后啊陈丹知道了 叶小梅也喜欢那个男孩 还以胜利者的姿态数落她 尽管两个人表面上是好朋友 可叶小梅呢 一直对这件事情耿耿于怀 当她知道陈丹结婚后 非常担心生一个丑孩子 起初呢 她并没有放在心上 可是后来有一次呢 她跟自己的堂弟叶伟聊天 得知叶伟的妻子怀不上小孩 想抱养一个 于是啊叶小梅向陈丹出了个上网借种的主意 叶伟呢之所以选择在孩子周岁燕那天出现 一是呢孩子已经过了哺乳期 二是呢她想要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件事情 也许啊可以逼迫李金才与陈丹离婚 这对她抢回孩子的抚养权有利 很快陈丹故意伤害案起诉至法院 法院经审理查明 陈丹以泼硫酸的方式造成被害人三级烧伤致残 严重毁容 但考虑到她具有自首情节 法院最终以故意伤害罪判处陈丹有期徒刑15年 剥夺政治权利5年 陈丹入狱后 陈丹的父母来探视她 看到一夜之间苍老不堪的父母 陈丹不禁泪流满面 她忏悔道怪只怪自己太贪心 原本有一个疼爱自己的丈夫 过着富足的生活 却偏偏不知足 听信了所谓的戒种妙计 才落入了别人的圈套 但是孩子毕竟是无辜的 她的父母也答应陈丹 一定会帮忙照看好这个孩子 让他好好在监狱改造 观众朋友们 俗语说人心不足蛇吞象 陈丹啊原本拥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 她应该知足感恩 然而同样出于报复心态的叶小梅 以双面间谍的形象为人们所不齿 最终惨遭毁容 这般害人害己 又是何必呢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咱们下期再见 丈夫外出打工 家中妻子出轨 无料被抓 男子想跑 被卸不住 一拳打倒在地 丈夫恼羞成怒打伤妻子的情人 最终获刑 出狱后 他为何又把妻子打晕 妻子女单 确实跟别的男人好上 被打晕的妻子 最后为何命丧铁骨下 而丈夫却声称 跟自己赌关 发现妻子被判之后 明日播出